咱们就不等了 咱们就直接来看吧 在这里我们来看 就是有一个word to writer model 这个建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model吧 得到了一个model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用test一下这个model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刚才不是说过了 在这里有一个model吗 我们直接把这个model拿过来 然后呢用这个model去做一些事情 咱们要测试一下 就是说现在啊 我想看一下对于五个词 我选出来五个词 这五个词我是可以得到它的向量的 然后我想去找一下 跟这五个词啊 最相近的 就是在向量上最相近的 那五个词分别是什么 然后来运行一下 这个运行啊 可能稍微有些卡啊 由于我这个电脑啊 已经是开了好长时间了 开了三天了 所以说可能在支援这个比较慢 如果说大家用电脑的时候啊 可能支援速度要比我这个快得多的 大概个啊 用个一分钟时间 甚至不到一分钟啊 就能把它支援出来的 现在我要看的就是说 对于这个苹果 还有数学 还有学术 还有这个白痴 还有这个篮球 随便找了五个词啊 然后去找一下 对于每个词来说 我要找出来 跟它最相近的那几个词 分别是什么 找出来这个词 然后呢 我用的 就用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是咱们建好的 我们来看在这里 我还是把这个 World2Vector导进来 然后呢 先我的一个World2Vector 去露了一下 咱们当前这个model 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把model就是建好了吗 model建好之后 我就可以把保存下来了 那接下来 我对于这样一个词强调 我可以去计算一下 most它的一个最相近的一个词 在这里写了一个list 然后呢 我会进行一个循环 循环完之后啊 我就打印了一下结果 在它的一个机会当中啊 我就可以知道了啊 对于每一个词来说 它的一个最相近的一个词 是什么东西 这块已经比较卡了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圆圈 执行的时候啊 可能会稍微慢一些 因为啊 咱们现在的一个词汇量 是太大太大了 如果说你用的一个 是100多兆的一个model啊 它会很快帮你计算出来 但是呢 如果说你用的一个model 越大的 词汇量越多呀 它计算 貌似similar的时候啊 因为它要一个去计算嘛 计算的速度啊 也相对来说 会比较慢一些啊 这个也是一个没办法的 咱们稍微等一等 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了 之前啊 我在做 之前我用过一个 最大语调是多大 之前用过最大的一个语调啊 大概是一个几十G的吧 用一个几十G的语调 也能够去跑 当时建模用了很长时间啊 嗯 之前是用的什么 用的那个微信的一个聊天数据啊 我们之前拿到的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聊天机器人嘛 然后我们也是把那个数据拿了 其实这个word to letter 非常非常有用 你在做任何就是 关于就是你的一个 嗯 就是表情 不是表情 就是你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当时想做的是 一个人的一个情绪 你去就是进行一个情绪分类 或者是进行一个 他当时聊天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当时聊天啊 他在属于一个主题的 属于某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word to letter 它的一个用途是非常广的 而且呢 它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啊 我们第一个词是苹果吧 苹果跟哪个词比较相近啊 因为啊 在咱们的这个语料库当中啊 它出现了一个词 是一个apple 虽然说苹果是中文 apple是一个英文 但是我们之前讲过了 我们在做这样一个相似度匹配的时候啊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它的一个相量空间吧 对于苹果和这个apple来说 它们在相量空间当中的位置是类似的 所以说它们相似度啊 是比较高的 那跟苹果像类似的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洋葱 可能还有冰激凌 还有什么咬一口 可能跟这个咬一口苹果 它比较挨着比较近 还有苹果公司 还有这样一个果冻 核栈不知道为什么会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鸭鲤饼干 这些啊 是跟苹果比较相干的 可能啊 咱们词条当中出现水果比较少 所以说 跟它的水果出现的并不多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跟我数学相关的 第二次数学吧 然后最相关的是算数 微积分 数学分析 逻辑学 概率论 然后还有一些数论 托扑学 几何学之类的 这个是不是说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了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一个排序啊 就是一个 从前到后的一个排序 如果说最相近啊 它是等于1的 最不相近 它是等于0的 这里呢 跟数学相近的 这些词 都是比较 都是比较靠谱的吧 学术 跟学术比较靠谱的是什么 这些它都是通过 它相关的空间当中 帮咱们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呢 我比较好奇啊 就是写个白痴会出现什么 然后出现了一个书呆子 疯子 笨蛋 这些词 我们想一想 当我们在 当我们在实际的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们在利用相量的时候 我们希望相同的词 它的就是相近的词 它的相量表达 尽可能的相似啊 这样才能够达到 最准确的一个结果吧 所以说 现在我们的一个相量 测试结果还可以吧 用我们不同的词 进行一个测试之后啊 它的一个效果都还不错的 我们来看这里傻子 我们刚才随个白痴 傻子啊 怎么天才也有 傻瓜也有 这些啊 都是跟我们比较相似的 变态 是不是说 我们的一个结果还不错啊 还有篮球啊 各种篮球都出来老 就是各种球类运动啊 因为各种球类运动啊 它就是 在咱们整个的语言当中啊 它的一个位置 可能就是啊 今天我打篮球 有的话可能说 今天这个人打篮球 那可能后面有句话 今天这个人打冰球 那是不是打篮球和打冰球 前面的东西都是类似的 所以说 这两个词啊 它也会得到一个 相似的一个相关空间的 那这里啊 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用这个JSIM啊 进行一个建模 建模的时候啊 最好咱们是用那个维基百科 因为呢 普遍来说啊 咱们在做中文的时候啊 都是用这个维基百科的一个数据的 来做一些 在做一些事情的 因为啊 它已经把数据给咱们啊 就是公开出来了 所以说直接先是把它的一个XML数据啊 下下来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啊 就下了它这比较大的就可以了 下这个1.3G的 然后呢 下完之后啊 我们第一步要把它进行提取吧 我们刚才有一个函数 叫做Process 先给它提取出来 提取完之后呢 它是一个繁体的 我们要做一个繁体到简体转换 然后用什么啊 用我们那个OpenCC吧 到我们的这个OpenCC的安装目录下 然后呢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OpenCC.ese 然后在这里啊 直接我们就可以执行这样一个操作 直接啊 我们就执行 我们哪去了 OpenCC呢 反正这个命令啊 到时候都已经给大家复制到代码里了 到时候大家 如果说把命令忘了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啊 在这个代码里 我们看OpenCC命令都在这呢 到时候大家直接到代码里 为它注册掉了 然后直接找这样命令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你需要把你的输入啊 和输出都改成自己的一个名字 这是咱们进行一个键膜啊 它的一个脚本啊 咱们执行都给大家了 然后到时候啊 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实际的自己的 呃 去跑一遍咱们的一个维基百科啊 它的一个中文的语料库 不要忘了 我们要分词吧 这几号啊 就用这个接把分子器 其实呢 市面上还有一些其他分子器 但是啊 为了一个简单起见啊 咱们用 不是用python去玩吗 咱们就用这个接把 python当中啊 其实用接把是最多的 其他的分子器啊 嗯 有一些收费的 有一些收费的 收费的之前公司买过 然后我自己还是没用过的 最好啊 咱们就用接把 很简单 咱们就可以完成这样个分子吗 最后我们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建立完模型之后啊 我们可以test一下模型 就是test一下 它向量之间的一个相似度 看一下 嗯 咱们的向量啊 却是不是已经建立好了 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向量 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了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用gsm啊 来进行一个 word vector啊 它的一个效果